你有多久没回故乡呢? 这是一场关于故乡的旅行 红色,传统中国最爱的颜色 它寓意着喜庆或佳节 红尘,红与尘 两字相连,原意为土路车马过后扬起的尘土 即名利之路 此词最早诞生于东汉著名文学家班固 红尘四河,燕云相连 近两千年后的今天 红尘一词,或许更容易让人联想到 眼前五光十色的霓虹灯 以致有了滚滚红尘 红尘中,人们往往无暇驻足,无暇凝视 更是无暇端详,星空明月 《月是故乡明》 《月》真的是故乡明吗? 《月》真的是故乡明吗? 《月》这是故乡明月 更多是落身 更多的 洗凌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便会扎一条香火草笼 祈祷来年五谷风登 人月两团圆 昨眼已经失明的成章喜 今年接下了负责编制龙手的任意 这个就是上面四层 下面四层 这就有中间了 中间就有明镜了 两条一样一样厚 我从小用惯了 拿这个破的 不拿这个破 这个做出面也不好 面破好了 它那个草笼做出来就好看 你看我就远了 就一点都不 这里硬 这里薄就不会了 我们这个城 古老就有这个草笼的 因为我是倒灭的 每天都是到池塘里去看那些老女人 做草笼 再来我们有这个做条 做做 把人家做做倒灭的时候 那个做条都拿到池塘里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故乡的风景就是一道又一道的仪式感 它让人们的平常生活瞬间凝聚 从而拥有继续向前的力量 两边只有差不多 一边一边下来 一边结它就不好看 两边一样 跟栋花一样的就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南埃劳山上的哈尼人 每逢中秋便要制作增高 其城续琐碎耗时长久的背后 或许正是都市人远离已久的慢生活 眼前 曾在深圳打拼十余年的哈尼族人 被杀马正在享受这种久违了的梦 而是了正在深圳下人的服务 织经历恨 其中不 ded 感谢观看 而与此同时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鄱阳湖上正周急生生 鱼鸣往海根追逐着鱼群 通体透明的银鱼 就是它的故乡难得的一道风景 鱼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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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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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